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剛剛收到 KK Day 的邀請 他們說今晚10點就有一個快閃活動 就是去馬可伯羅酒店Staycation 再加在海港城吃一個泰菜晚餐 第二天還有酒店自助早餐 所以在這個快閃活動開始之前就邀請我過去試試 事不宜遲立即和大家看看有什麼玩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有大家的支持, 毛巴才有動力繼續四處找好東西玩 首先我們今次去的酒店是尖沙咀都算一間老字號 位於廣東道3號、海港城樓上、1881和中樓的對面 來到Lobby Check-in 的時候都不算等了很久就可以上房 毛巴是第一次住Marco Polo 酒店 想不到一上到15樓的房間數量都幾多 這裡的燈光都算是挺有情調的 而今次毛巴住的就是1564號房 可能因為走廊比較暗的關係 一打開門的時候是超級光亮的 進到房的右手邊有個小小的儲物室 裡面可以擺行李之餘, 也可以在這裡脫鞋 在這個儲物室裡面都還有一組櫃桶 茶水間就是在這個位置 打開門之後就有些咖啡、茶包 還有今次不會用得到的夾蠻 在旁邊就有一個雪櫃 其實我都很喜歡裡面是甚麼飲品都沒有的 因為可以直接到便利店買飲品上來雪著 在儲物室走前一點就會見到一個比較經典的書桌 我Staycation當晚就是坐在這裡不停剪片 而今次我要求入住的房間就要兩張單人床 房間的空間感其實是絕對足夠的 中間其實還有很多位置可以放到一張高新的餐桌 不過其實在這房間最吸引我的就是這裡的風景 雖然十五樓就不算很高 但這裡的風景真是很棒 有一望無際的海景 又可以看到中環這麼多的碼頭 我只是看著天星小輪來來回回都不知看了多少次 而樓下的停車場也拍了很多名車 看著他們開來開去好像在打機一樣 真是老套一點都要說一句英文 I can do this all day 真是望足一日都不會覺得悶 雖然酒店的裝修都有點歷史 不過其中一邊床頭都換了兩個USB插頭 等大家睡覺的時候都可以幫電話充電 去到洗手間的位置 就很巧妙地把洗手盆放在外面 旁邊也放了大家需要用的牙刷、棉花棒、肉帽和潤膚爐 在洗手盆的左邊就有一道門可以進廁所 這個廁所是無窗的黑池 他們的抽風系統也不太夠 以及他們控制洗澡水的冷熱是分開的 我都很久沒見過這種設計 令到有點懷念以前小學時期的洗手間 在房間休息了一陣之後就出去看看酒店的設施 在我們Check-in的時候 酒店職員已經跟我們說 暫時正在開放健身室 24小時都可以過去做Gym 我當日是平一的5點多 當時的健身室只有一位住客在做 設施都算頗齊備 不過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跑步機是梅花間觸地開放的 保持社交距離 玩了一陣 看著日落就可以去我們今次的重頭戲 因為這個package 是會包含一頓Lady Nara的晚餐 雖然都在海江城裏面 但餐廳和我們住的酒店是一頭一味 走過去都要大約10分鐘左右 這間餐廳其實去年開幕的時候要排很長龍 大家看看它的Open Rice評分就會明白 306比11是一個超級高的分數 其實這間餐廳是泰國過來的過江龍 我以前在泰國旅行的時候經常去吃 因為他們這個品牌拿過幾年米子年推介 名氣有差不多的 不過這間餐廳就是其中一個分支 叫做Lady Nara 無論是裝修或是菜式的擺盤都很適合打卡 也看到餐廳裏面有很多不同顏色的花花布置 當然坐在這裡吃飯的時候都可以看到海景 這次毛巴會幫大家試完兩個餐 都是各自有六款菜式的 大家可以根據喜好去訂回適合自己的二人餐 首先來的第一樣東西是鮮茄冬陰宮忌廉湯 他們的茄膏味是比較重的,偏酸的 比較偏向西式番茄忌廉湯,多過冬陰宮 要去到aftertaste才有少少冬陰宮的香茅味 不過上面的幾塊麵包焗得很脆 吸完湯還是脆薄薄的 另外一個頭盤就有三件蝦餅 蝦餅做得很厚,像大車輪一樣 新鮮熱辣的,加上他們的特製醬汁酸酸甜甜 外層炸得很脆,裡面的蝦膠很彈牙 是很高質素的小食 來到主食就是海鮮冬陰宮意大利飯 這個擺盤真的很美 上面有三邊的大蝦,再加上刨了很多很幼的芝士水 意大利飯也做得很高質素 冬陰宮汁做得很creamy 少少香辣辣的感覺 但一點都不公鼻和不搶喉 海鮮無論是青口,魷魚或大蝦都很彈牙和新鮮 而青咖喱雞就有很多雞肉和茄子都算是幾足料 不過我個人認為它的青咖喱汁是比較水的,不是很掛汁 而吃咖喱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薄餅點來吃 跟餐有兩塊大薄餅,新鮮熱辣,很脆薄薄 雞粒就做到一粒粒,完全沒有骨 肉質也算挺滑溜的 套餐的甜品有個蛋糕 再加有雲呢那籽的雲呢那雪糕 兩個人分享來吃,份量剛剛好 到了另一個套餐,也有六款菜式 只有印度薄餅跟剛才一樣,另外五款都是新鮮 首先第一樣吃的是紮玉米紙卷 有五卷的,少少越南春卷的感覺 它的紙卷很嚥韌,加上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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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紅蘿蔔都很新鮮,每一口咬下去都很爽脆 蟹餅配青木瓜沙律 這個蟹餅超級大,更大顆雪米糍 這東西真是極之飽陶 好像在吃一塊薯蓉,再加上一些蟹肉混合體 點少少在碟上的芥末醬會沒那麼dry 容易點吃 而青木瓜沙律就爽爽脆脆的 不算太酸也不太辣,適合香港人吃的口味 黃咖哩大蝦,一來到的時候被這個份量嚇倒 上面有很多隻炸過的大蝦 而樓下就鋪滿了傑傑傑傑的黃咖哩醬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我的電話和這隻碟就知道有多大隻 而這個黃咖哩是很香的,而且是甜甜的 用來點套餐的兩塊薄餅就適合了 如果是大隻的朋友,還可以點多個白飯或蒜蓉包 肯定很滿足 包裝得很美的紫包泰式鱷魚 在這個紫包裏面除了一條鱷魚之外 還有很多配菜 好像有薯仔,紅蘿蔔,車尼茄,草菇和肉水 和一般燒魚的分別就是 紫包裏面還很juicy,很多乳汁 不會吃到乾燥燥的 它亦有別於平時明蘿烏頭的酸酸的醬汁 反而這種更清新,吃到鱷魚的味道 到最後就有一個泰式糕點評判 除了千層糕和椰汁糕之外 我覺得半透明好像大菜糕那個最好吃 它應該用了椰子水來做啫喱 再加了兩條椰肉 凍冰冰,吃起來很舒服 順帶一提,這裏跟餐加28元 可以要一杯特飲 有很多選擇 而這次我們叫了菠蘿薑汁沙冰和椰子沙冰 左邊那杯菠蘿薑汁沙冰沒有薑汁味 亦是比較淡的 椰子沙冰算是不錯的 吃完餐飯大概是9點左右 其實海港城的店鋪已經刪得七七八八 唯有真是Window Shopping 過去看看廚窗,之後就回酒店繼續剪片 第二天的早上是很好天的 藍天白雲,好正好舒服 樓下昨天很繁忙的停車場 今早8點已經沒有車了 看了一陣風景,梳洗完之後 就去樓下一樓的Café Marco吃早餐 他們的開放時間是7點至10點 酒店會根據當日的入住情況 有機會大家要分段吃 不過這次帽巴是平一過來的 所以沒有分到時段 7至10是任吃的 這裡拿東西吃的位置都很大很闊落 不過樓底不算很高,亦沒有風景看 而食物的款式都有很多 白粥都有很多不同的配料 好像真的在吃過橋米線似的 這裡的麵包、蛋糕 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和餡料 亦有牛角包 還有港式的菠蘿包和雞尾包 四款不同的燕麥早餐 旁邊有鮮奶 有三款不同的水果 已經切粒了 有蝦蜜瓜、西瓜和菠蘿 還有坐在冰上的凍麥皮 幾款不同的罐頭水果 西式的熱盤方面 全部都用爐來熱住 有茄汁豆、煎煙肉、西蘭花、蕃茄、薯餅 亦有兩個廚師坐鎮 分別在兩個不同的counter 一個是吃粉麵 另一個是我最喜歡的雞蛋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款式 廚師看見我拍攝也蠻醬 拋鑊給大家看看 中式食物有一籠籠的點心 整個拼盤這樣 每樣東西一粒都蠻有趣的 飲品除了茶和咖啡之外 還有三款不同的果汁 分別是橙汁、芒果汁和西瓜汁 整體早餐的質素其實都很不錯 款式都有很多 毛巴還影漏了乳酪 還有兩款不同的益力多 很快就享受完兩日一夜的 Marco Polos Decation 如果大家對這個節目有興趣的話 連結在樓下的文字內容和置頂留言 所有的價錢都是以KKD為準的 不過以我所知 最便宜應該1400多元便預訂到這個套餐 已經包了二人的晚餐、早餐和一晚房錢 都算是蠻值得玩的 還有房間有限 記得今晚6月23日晚上10點 去搶購自己喜歡的日子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更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毛巴的頻道 努力邁向6萬訂閱 靠大家支持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